的确高雄也是重中之重 因为短短五天时间 现在累积的确诊个案已经达到50例 而绝大多数呢 都是高雄港的群聚延伸个案 其中昨天新增的是 迄今一对杂货店母子党 两人也确诊了 好 根据了解 主要就是因为造船厂的员工 都会去杂货店来消费 市府呢因此扩大匡列 只要曾经到过这家杂货的民众 都要来照回彩检 而为了防堵疫情呢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宣布了 要求民众务必要做好十连制 市场里面也禁止试吃 但是呢到市场来直击 还是可以发现不少的违规状况出现 市场管理员正在路口 拿起十连制雕章 方便机车组扫QR扣 位于高雄市三合市场 由于是确诊者足迹之一 店家不敢大意 有人在摊位贴上戴口罩的叮咛海报 也有老板守在店门口 提醒顾客做这件事 石连制戴口罩量体温外 还规定市场内全面禁止试吃 但镜头却捕捉到 摊贩正在马路中间 沿路发花生让人品尝 也有店家大方将试吃品 放在摊位前 而且一次摆好几盘 顾客似乎也忘了禁止试吃的规定 拿起竹签把美食往嘴里塞 另一趟这位先生也拉下口罩 将店家给的糖果 偷偷塞进嘴巴里 现在不能试吃东西 是知道 你刚刚有试吃 刚刚啊 有试吃吗 没有 知道不到 市场说不能试吃 我们就尽量不要 尽量 有民众趁无人看守之际 直接闯入 没有确实做好该有的实联制 令人担忧 因为高雄本土个案 5天内累积50例 其中49例都是高雄港群聚个案延伸 交通部长王国才 上午特地到34号码头 36号码头视察 高雄新光轮群聚 传播链持续扩大 24号在新镇巴黎 其中案18492跟18493 两位同住家人 是造船厂福利社的业者 一家四口中 已经有两个人确诊 由于有相当多 修船造船厂的员工 都会来到福利社 是否扩大匡业 只要曾经到场消费的民众 都将一一招回裁剪 记者吕赵燕吴国珍 许琼文SNG小组高雄报道 昨天国内一共新增了 15起的本土个案 其实跟前几天相较之下 看似确诊人数大幅的降低了 但是对此呢 指挥官前时中他认为了 其实危机还没度过 不能够掉以轻心 他说尤其是在桃园高雄 这两大群巨案 真的是重中之重 一定要努力来控制住 好的确呢 这是昨天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 王碧胜他也说了 昨天桃园区的确诊数呢 只有两例 其实相对比较少 主要是因为没有进行大型的裁剪 并非表示这风险降低了 那么今天将针对 自贸园区的相关公司 来进行二采 因此呢 王碧胜他也示警了 一定会有阴转阳的状况 相信今天会有不少人确诊 不过当然他说了 希望能够尽快来恢复 厂区的安全运作 只不过王碧胜认为 园区如果想要清零的话 预估至少需要三周时间 裁剪站应务人员全面戒备 远雄自贸港确诊人数 累计破百人 25号再进行第二次裁剪 员工脚步匆忙 回到园区 为什么这样的状况 会通知你们来二采账 因为公司 公司会通知你们 除了红区要裁剪 24号再扩大发过货运站 快递区物流区 员工通通被召回 裁剪2619人 结果出炉 我们这边是一般货站 他们远区在哪一侧 而且蛮远的 目前就都是阴性 当然会担心 这是一定的 我们整个公司都阴性 好消息是24号裁剪人员 全都是阴性 但仍然不得大意 因为夹指园区 进行第二次裁剪 恐怕会有阴转阳个案 二采也有可能 有部分会呈现阳性 这个部分也 也是目前为了确保安全 要进行多次裁剪 小新在小新 针对外籍移工 启动快筛专案 除了雇用50名 移工以上的长烧 297家要发放快筛试剂 筛出阳性 立刻安排PCR裁剪 现在扩大20名 移工以上的长烧 也得跟进 桃圆启动 移工快筛专案 总裁剪人数 将突破7万3千元 疫情持续燃烧 做怕过散程度 无法估计 冤凶自贸港 嗓清零至少 要三个礼拜以上 阻断全部途径 揪出潜藏确诊者 也成为当前 最重要任务 记者黄淑芬 王嘉庆SNG小组采访报道